只是好心劝告路边的小孩早点回家 流浪女就被小孩们乱棍打死 直到第二天 人们才在公园发现了她的尸体 浑身臃肿棚头垢面 就连居住的出租屋也堆满了垃圾 墙上也被她写满了 生而为人 我很抱歉 然而 松子的一生远比看上去的更悲惨 松子从小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可是家庭并没有给她带来应有的幸福 父亲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生病的妹妹身上 松子成了家里最透明的人 无论她如何努力 父亲也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这天 松子为了逗父亲开心 学着舞台上的小丑做鬼脸 父亲被松子搞怪的表情逗笑了 这也是父亲第一次对松子笑 至此之后 松子总会不停地做鬼脸逗父亲开心 可就算这样 父亲仍旧对她不冷不热 松子成人礼这天 穿上了美丽的和服拍照 可父亲却说 要是妹妹也能像她这样就好了 松子下意识地做出了鬼脸 但这一次却迎来了父亲的责骂 毕业后的松子听从了父亲的安排 在一所中学当音乐老师 长相出众的松子也有了追求者 松子将这一切分享给妹妹 可是父亲听说后却责怪她 不该给卧病在床的妹妹希望 一片好心的松子终于忍不住了 面对妹妹 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委屈 松子第一次反抗了父亲的命令 愤怒地骑车离开了家 一次休学旅行时 旅店老板的保险柜被偷了 他们怀疑是松子班上的阿龙干的 松子为了不让阿龙受罚 想要劝诫阿龙主动承认错误 可是阿龙却一把将她推开了 之后 松子就做了一个毁了她一生的决定 她自掏腰包还给了老板 还说钱是自己偷的 事情很快就闹到了校长办公室 校长要将她开除 松子连忙找到阿龙 希望她站出来解释清楚 看到苦苦哀求的松子 阿龙答应了她的请求 可到了办公室 阿龙突然变卦 还说松子威胁她做替罪羊 毫不意外 松子因此被开除了 男人不停地家暴女人 可是女人却并不感到害怕 反而觉得这是男人爱她的表现 被开除后的松子离家出走了 这也让她认识了现在的作家男友 失踪一段时间后 她再次找到弟弟 但一开口就是为了借钱 面对弟弟的询问 松子说 自己认识了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 男友对她很好很温柔 借钱的话已经说出口 可弟弟却说 他为什么不去做风俗女呢 毕竟松子的长相还不错 松子逞强着说 自己还不至于堕落到那种地步 那你脱一下 现在 这里 现在 这里 全部 松子突然问起了家里人怎么样 可弟弟却说 自从松子离家出走后 妹妹就病情加重疯了 父亲也在不久前去世了 说着 弟弟塞给了松子一笔钱 还说出了断局关系的话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松子拿着这笔断局关系换来的钱 觉得现在能依靠的只有男友了 回到家后 他想跟男友倾诉逝去家人的痛苦 可是换来的却是男友的一顿报答 就算如此 松子依然不愿意离开男友 可就在当天晚上 男友不告而别 只留下了一行字 生而为人 我很抱歉 等松子找到男友时 他已经站上铁轨 在松子面前自杀了 短短一天之内 父亲死了 妹妹疯了 就连最爱的人也离自己而去 那一刻 松子的世界彻底崩塌了 曾经的一切都浮现在他的眼前 他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 为什么命运却不肯放过他 为了生存 松子再次来到了风俗店 这次 他毫不犹豫地脱光了身上的衣服 没过多久 松子就因为业务好赚的盆满钵满 可是这也耗尽了他最宝贵的青春 在松子26岁这一年 他结交了第三个男朋友 此时的松子脸上写满了沧桑 眼里写满了故事 心里的不安全感 驱使他拿出所有积蓄交给男友创业 可没过多久 男友就出轨了 还将松子赚的钱全部给了新欢 被背叛的松子有股难以言说的委屈 悲愤的他拿起刀杀死了男友 事后松子打算跳楼结束自己悲惨的一生 可就在身体坠落的那一刻 强大的求生欲让他抓住了栏杆 他想起了前男友作家 作家总说自己是太宰制转世 于是他想学着太宰制的样子 跳河自尽 也许这样 来生就能跟男友再许前约 可到了太宰制自尽的地方才发现 因为时过境迁 这里的水只淹没了他的膝盖 就在这时 松子遇到了改变他命运的男人 女子监狱里 松子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相同的动作 他因杀人被判了八年 可是他却丝毫没有气馁 反而充满了干净 因为在监狱外 还有一个深爱的男友在等着他 即使这八年来 男友一次都没来看过他 松子努力地学习理发 期盼出狱后能够跟男友过上幸福生活 八年后 松子行满出狱了 那天漫天纷飞的樱花 照亮了他回家的路 然而 朝思暮想的爱人却不复当年 男友早已组建家庭 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松子没有进去打扰他们 只是在门口轻声说了一句 他答应吗 不久后 松子遇到了长大后的阿龙 那个害他当年丢掉工作的学生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松子情不自禁地向他讲述了这些年的经历 可笑的是 阿龙现在才终于承认了 当年就是他偷的钱 他说自己以前暗恋松子 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博得关注 可却没想到害了他的一生 面对突如其来的告白 松子慌忙逃走 他不知道现在的自己 是否还有勇气能够去爱一个人 思考在三后 松子终于决定 他宁愿被一次又一次地欺骗 也不愿独自生活在无尽的黑夜里 最终 他还是在大雨中抱住了阿龙 可是阿龙的一往情深并没有维持多久 如今的阿龙混迹黑道 他甚至逼迫松子为他运输货 没过多久 阿龙就被仇家盯上 将他送进了监狱 入狱后的阿龙想起了松子对他的好 都是自己的出现才害了松子 无尽的悔恨席卷心头 他发誓要远离松子 可是松子并没有打算放弃阿龙 他更加的热爱生活 每天都期盼着能够跟阿龙重新开始 在松子四十岁这一年 他手捧着鲜花 迎接着阿龙的归来 可阿龙看到他就如同见到魔鬼一般 面对松子的靠近 阿龙一拳将他打倒在地 随后就消失在了松子的人生里 松子趴在雪地里 绝望地问着为什么 可是依旧没有人给他答案 失去一切的松子再也不想挣扎了 他租了一间公寓 每天自暴自弃地生活着 仿佛世间再也找不到他感兴趣的事情 只是偶尔 他会坐在那条与家乡相似的河边 自言自语地说着胡话 时间久了 松子的精神开始出现了问题 恍惚间 他好像看到了妹妹 看着妹妹满头的乱法 他情不自禁地帮妹妹打理起了头发 原来自己还是可以的 看着妹妹的微笑 松子决定为自己活一次 凌晨时分 河边还有一群孩子正在玩弄 松子找回了自信 也找回了当初热情的自己 他依旧像的老师一样 叮嘱孩子们早点回家 可没想到他的善意之举 却引来了几个孩子的疯狂抱负 松子亮亮呛呛地站起身来 可还没走几步便永远地倒在了地上 在松子53岁这一年 他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 他的灵魂化作了一只蝴蝶 飞过了这些年所经历的一切 飞回了那个他日丝夜想的家 飞到了最爱他的妹妹的身边 我带你